他這樣子目前的傷勢有明誤過 大概他到完全好 那時候醫生的評估說要半年 但是半年是沒有練習的狀態下 但他還是為了奧運一直練 從今年年初到現在其實半年多的時間 沒有出去比賽但是他是持續在訓練 他雖然沒有比賽還是持續在訓練 所以那個傷的部分沒有辦法到完全好 這個是我們比較擔心的部分 因為他的腳傷一直以來就是沒有完全好 有比較好一點但是最怕是強力的碰撞 跟大角度的旋轉 像我們七月份的時候有做一個模擬賽 想要測試他復原的狀況 結果模擬賽的時候其實就有感覺到 他還是沒有辦法做比較強力的動作這樣子 那今天第一回合上去看他的感覺就是 第一個他可能也不太敢做比較大的動作 那第二回合我看他是有一點想要搶攻的部分 所以造成他腳傷的部分就變得更嚴重 這個醫生有評估過就是說要讓他完全好不太可能 所以那時候有評估過就是上場前會先讓他吃止痛藥再上場 那是一定的啦 但是我們也知道就季級類的選手受傷碰撞那些都難免 那這個部分他自己本身也有這樣子的認知 就是說這個部分是他要去忍受的 雖然比賽輸了但是這個過程他已經盡力了 那我覺得說你已經盡力了就已經是很棒了 要站上這個舞台真的不容易 每個都是世界各國各州來都是最強的選手 你能夠站上這個舞台已經算是很不容易了 那就算這一次沒有辦法超越到上一屆的成績 但是你後面還有機會啊 後續還有機會 來之前有跟教練大概稍微討論了一下 本來奧運之後到年底前有安排在幾場的比賽 那時候有時候就等奧運結束的時候看他的狀況 那以今天這樣子的話 我們回去評估應該是會讓他休息一陣子 完全養好傷之後 那時候醫生的評估說要半年了 但是半年是沒有練習的狀態下 但他還是為了奧運一直練了 那因為他從今年年初到現在其實半年多的時間 沒有出去比賽但是他是持續在訓練 因為你要參加奧運不可能不訓練 所以他雖然沒有比賽還是持續在訓練 所以那個傷的部分沒有辦法到完全好 本屆唯一代表中華隊出戰跆拳道上幕的女子選手羅嘉玲 那麼我們的跆拳道甜心非常的可惜 在稍早的女子57公斤量級的賽事當中 16場戰士敗給了黎巴嫩的選手奧恩 雖然過去對戰奧恩嘉玲都是站上風 但這一次在賽場上看起來 他的確是這個左腳的傷困擾了他非常非常的久 也影響到了他的表現 那麼在第一局的時候 嘉玲是只以4比2先落敗 而到第二局的時候 在攻勢上看起來是比較綁手綁腳 而對方在主動攻擊的情況下 也非常的明顯 甚至還提中了頭部 那麼嘉玲最後也是以3比2輸給了對方 最後對方是以2比0拿下了這一場賽事 那麼嘉玲在本屆奧運也是止步在16強 而這其實也是他從去年12月以來 這個8個月以來的第一場國進的大型賽事 就要站上這個奧運的對塔殿堂 其實對他來說是相當的不容易 不過接下來在晚間9點鐘 還有我們的舉重女王郭信淳 即將要來出賽 而這場比賽有非常多金牌的熱門人選 也希望大家一起在電視之前 為信淳加油 再把時間召喚給棚內 緊張是難免的 但是因為有上市的影響 現在就是能夠把現在的狀態帶到比賽 然後全力以赴 舉重女神郭信淳 生涯第四度征戰五環殿堂 上屆東京奧運為台灣摘金 更以總和236公斤 暢血奧會紀錄 這次巴黎奧運他目標堅定 要衛免金牌 我從蓋信淳比賽到現在 很像還沒有空手而歸 一直對我們的選手 一直對我們舉重充滿了信心 過去三年郭信淳被腰傷腿傷困擾 一度想放棄選手生涯 但他受訪表示 傷勢好轉後 翔賽滑毒挑戰連霸的企圖心 更加強烈 只是其他國家勁敵備出 衛冕之路並不好走 但教練仍對郭信淳充滿信心 就連媽媽也送上祝福 看到女兒狀況 郭媽媽難免心疼 但不願打擾女兒備戰 因為郭信淳在8號晚間即將披掛上陣 只能準備在電視機前隔海打氣 而同樣在8號出賽的 還有跆拳道國民女友羅嘉玲 加油加油加油 收到粉絲熱情的加油 羅嘉玲露出甜美笑容 二度專家奧運 羅嘉玲受腳踝傷勢所苦 就連訓練都得小心翼翼 但也因禍得福 然後練習了其他的招式 可能會收到一些 比較出其不意的效果 羅嘉玲在東奧奪童 想再站上巴黎頒獎台 傷勢的確成為隱憂 但16強即將對上黎巴嫩的選手 過去都由羅嘉玲勝出大大增加晉級希望 就盼望羅嘉玲能在巴黎賽場出奇制勝 一路挺進達成圓夢目標 豆山新聞綜合報導 因為我真的是很享受這個舞台 就是只要自己這樣子走來三界 很不容易 把自己最好的狀態 最好的能量 散發給更多人 自己能夠在這場上去發揮 我覺得很不容易 比賽我覺得就是非常的享受 因為這個對手他非常的可敬 那相信他會在金牌站 打出更漂亮的激戰術 那我覺得就是自己能夠 在這場上去發揮 我覺得很不容易 那希望說就是這份祝福 能夠持續延續給未來的學弟妹穿撐 然後把這份祝福送給他們 對 你好像比賽完之後 還要對地盤做一個動作 還要甚至對觀眾做一些動作 可能跟我們還一樣 就是 其實也沒多想什麼 我覺得就是 因為我真的是很享受這個舞台 然後就是知道自己這樣子走來三界 很不容易 然後也知道就是我們教練團 然後我們整個團隊的付出 所以我覺得就是因為擂台 他是一個我們非常尊敬的一個 就是擂台嘛 那我希望就是 把自己最好的狀態 最好的能量 散發給更多人 然後他們就是 知道全界原來可以這麼享受 是 辛苦你 辛苦你 辛苦你不會 對啊 今天有聽到 大家幫你加油的聲音嗎 有聽到 但其實就是這個場地太大了 就是很難找 你知道嗎 超難找大家的 我就是看國企在哪 就是會企在哪裡 然後就是找大家 然後我有看到很多人就是有 有就是PO 就是他們拿了自己的看板 就是為我加油 謝謝大家 嘿 我要的不只是銅牌 我想要再繼續往前 一場一場會有更大的挑戰 我覺得就是 慢慢的去發揮 穩定自己的激戰術這樣子 那我覺得就是 很享受這個比賽 因為對手都很強 然後去玩比賽 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 我覺得有再慢慢的發揮出來 那一場一場會有更大的挑戰 我覺得就是 慢慢的去發揮 穩定自己的激戰術這樣子 我想每個選手都是 站上這個舞台 都要為自己的國家爭光 那我覺得就是 很享受這個比賽 因為對手都很強 然後去玩比賽 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 嘿 我要的不只是銅牌 我想要再繼續往前 因為應該是我們每日 每日都在培養 跟擂胎培養感情 我希望能夠 把自己最好的技術 我希望就是 大家看我比賽 是一個享受這樣子 所以我希望就是 一關一關過 那自己的心情呢 我覺得 我們不要太快的去享受 尤其要穩穩的一步一步來這樣子 我把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 然後我也真的很全力以赴 我也很想贏下這一戰 對 自己給自己的壓力吧 因為自己 對自己很有期望 但很開心最後還是 替台灣爭到一面牌這樣子 首先大家都去雞湯麵 我也是滿有嚇一跳這樣子 對 但是我覺得 麵歸麵 我歸我 不用為了我刷五星好評 你們覺得麵好吃就是好吃 不好吃你們就可以直接說沒關係 對對對 我已經真的是全力以赴了 然後也很 盡自己當下能做的 就是 我覺得都有做到 就是我 我把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 然後我也真的很全力以赴 我也很想贏下這一戰 對 是那時候在 進四強前的那一戰 真的是 非常的感受到那種 自己給自己的壓力吧 因為自己 對自己也很有期望 所以呢 那一戰真的是 打得 特別的保守 保守到自己也有嚇一跳這樣子 然後 但很開心最後還是 就是有拿到 有替台灣爭到一面牌這樣子 所以 對 今天也很想贏啊 是 首先因為全景美少女 聽起來就已經是十五十六歲 所以我就想說 其實 我已經二十幾歲了 對 會有點不好意思 但是 其實是妳是開心嗎 沒有 沒有 沒有啦 沒有 後來會想說 畢竟是一個全集的 像 是不是可能女俠或什麼 會比較好一點 首先大家都去雞湯麵 我也是 滿有嚇一跳這樣子 對 但是我覺得 麵歸麵啊 我歸我們 對 不用為了我刷五星好評 對 你們覺得麵好吃就是好吃 不好吃你們就可以 可以直接說沒關係 對 但我自己也覺得我們家麵是真的是好吃 對 我自己 嘗上吃 請大家繼續幫斯儀加油 謝謝 我們是只有傳訊息給他 怕他緊張 我們家都超high的 我們家一直整個晚上都睡不著覺 好 祝福各位觀眾 台灣拳擊好手 吳詩儀闖進四強 確定至少是銅牌起跳 為台灣本屆奧運拿下第一面金牌 那麼也連帶讓他家裡經營的麵館 是成為了討論的關注焦點 那我們現在目前就在這間麵館 可以看到呢店家也貼出了這個紅布條是公賀 他們的女兒吳詩儀在奧運全集項目是前進了四強 不過這間麵館呢是十一點開門 但剛剛吳詩儀的姐姐稍早也有出面訪問 我們來帶你聽一下稍早訪問 很開心啊 對 我們家都超high的啊 我們家一直整個晚上都睡不著覺 開心到睡不著覺 相信他一定可以拿金牌的 沒問題 好那我們可以聽到呢 吳詩儀的姐姐就透露說了 他們全家人在得知這個消息的時候 其實就是非常的開心 而且這幾天呢 其實有不少的支持者也是湧入了他們家裡的 Google評論是留下了五顆星 是說這個吳詩儀呢是為國爭光 也是非常開心 他能夠在這次的比賽 為台灣拿下了第一面的獎牌 那麼其實呢 吳詩儀這次就是在這次的比賽 拿下第一面的獎牌 家裡人都很高興之外呢 現在在四強的比賽 也預計在8月3號深夜的11點38分來進行 那麼吳詩儀這次對上的對手呢 是來自中國的好手楊文璐 那麼比賽結果會如何 外界也都相當的關心 以上就是我們問前現場最新狀況 再把時間先交還彭雷 來自中國的10時 1射門 3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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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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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射門 2射門 1射門 2射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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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子穎失誤太多 表現NG 問帶子穎怎麼沒有拿金牌 是關聯喔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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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 加油 加油 小心 加油 我們是一個小蛋 我們是一個小蛋 經理 打借外球 戴姿穎回擊球時都打在王子前面 無法過往得分 心急如焚 導致戴姿穎的表現MG 台拳洞選手國民女友羅佳麟 目前正在巴黎積極備陣奧運 不過她的左腳有傷勢讓不少人很擔心 可能會影響出賽的表現 不過教練卻有不同看法 連線給人在奧運的記者圓圓 好 最近才在社群網站上面po文說 希望大家不要忘記她的國民女友羅佳麟 現在已經在巴黎奧運備戰跆拳道賽事當中了 而佳麟即將要在8號的女子57公斤級16場賽中出戰 但是佳麟這一陣子其實都是一直因為她的左腳有疲勞性骨折的傷勢 所以大家也都非常擔心她 尤其是她在國訓中心的這個模擬賽 只踢了一場而已 那麼究竟會不會成為這次賽事的危機呢 她的這個教練劉聰達說 這個危機也有可能會是轉機 怎麼說呢 來聽聽教練的訪問 當時我覺得有時候也是因禍得福 因為她在沒辦法練習那隻腳的狀況之下 其實就是有練習到其他的腳 就另外一隻腳 然後練習的其他的招式 就是沒有用過的 那在比賽場上沒有用過 沒有實戰過 但是我覺得這東西其實也是 對對手也是一種陌生 因為其實我們都會情收嘛 所以對對手都是非常清楚 如果說她突然換邊或是什麼 其實我是覺得可能會收到一些比較出其不意的效果 那就希望就是真的在對戰的時候 有辦法用得出來 好 其實聽這個劉聰達教練所說 這個現在嘉玲的狀態其實是調適的越來越好 那麼也透過這種不同的訓練方式 像是一邊唱卡拉OK 然後一邊騎腳踏車這樣子的方式呢 來讓自己的訓練狀態變得更加的輕鬆 也有自信 那麼其實嘉玲她是在東京奧運的時候 就踢出了一面銅牌 而在2022年跟2023年的市井賽呢 也是拿下銀牌 包括去年的成都市大運還有杭州亞運 也是以銀牌作收 不過接下來在16強戰當中呢 面對到的是李巴嫩的選手 而她呢同時是這個亞加達亞運的銅牌 所以雙方的實力算是相當 那麼我們希望嘉玲能夠度過這個商事的陰霾 順利晉級 以上是現場最新情況 再把時間盡頭交還給棚內 國民女友羅嘉玲 這次是唯一一位代表中華隊出賽的跆拳道選手 上一次在東京奧運拿下的銅牌 這次出戰法國巴黎的奧運備戰進度如何呢 時間要交給巧君 好主播各位觀眾 東三新聞團隊呢 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高雄國訓中心的 跆拳道練習場 我們可以看到後方正在練習的呢 就是國民女友羅嘉玲 那這一次呢 巴黎奧運 跆拳道代表隊是只有羅嘉玲一個人代表出賽 雖然她跟大家分享 沒有隊友一起奮鬥 其實是有一點點孤單的 但是呢 所有的隊友都在為她加油打氣 還是讓她非常的窩心 那這一次呢 她即將出展的是57公斤級 對於目前身高184公分的羅嘉玲 我們說其實是有一點點馳禮的 因為她目前還在持續的漲高當中 所以呢 現在降體重成為她一個最重要的客廳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場邊呢 連羅嘉玲的爸爸也已經進到國訓中心 來為她加油打氣 就是希望羅嘉玲可以調整好心理狀態 為中華隊奮戰 以上就是我們掌握的最新消息 主播 Jolly 加油 熱情小粉絲勾舉手板幫跆拳道女將 羅嘉玲暖心應援 一號晚間桃園機場出現大批送機人潮 小朋友們身穿跆拳道服 來幫最後一批出發前往巴黎奧運的 中華健兒們加油打氣 緊張是難免的 但我覺得就是因為這次比較後面比賽 所以時間上也比較充足一點 但是因為有上次的影響 但是我覺得現在就是能夠把現在的狀態帶到比賽 然後全力以赴 即便已經不是第一次征戰奧運 郭信淳坦言內心還是有些緊張 雖然帶傷上陣 但自己一定會全力以赴 而方萬鈴也在現場和粉絲畢業玩自拍 大方幫小粉絲簽名 我國舉重跆拳好手即將踏上五環殿堂 粉絲加油集氣就叛替台灣再創夾擊 東線新聞綜合報導